台鐵這個記者會我們不敢講說他謝責 可是看起來就是非常的不漂亮 這不是一個應有的危機處理應該有的狀況 就是那台鐵本身的台鐵局局長 有沒有什麼管理責任 人力不足有沒有什麼管理上改進的空間 然後你的維修員沒有修好這些系統 大家還決定說要一路開到宜蘭 誰下的決定 這個決定有沒有責任 結果你現在開個記者會一推二五六 這個不叫危機處理 這叫把責任推到一個最倒楣 現在這個還被交保限制住居出國出海的人身上 他不會講話 可是民眾會覺得不對勁 那怎麼你們都沒有責任 就他一個人有責任 所以他一個人可以因為他的疏失 害到十幾個人過世 一百多人受傷嗎 今天以台鐵的這個調查報告來看 很明顯的他是想要把 他可能是想要把這個責任全部就把它集中在駕駛一個人 那這樣可能在駕駛這個部分 他就畫上一個可能就是先建立一個防火牆 就是避免說可能這個案件 疏失的範圍會往上延燒 延燒到主管的部分 對於乘客的賠償來說 其實一個人的過世或者是說兩三個人的過世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因為最後不管是不是用國家賠償 你乘客我要求償的對象一定不會是駕駛個人 因為駕駛個人絕對沒有那個資歷可以去賠償 他一定至少就是針對台鐵 所以這個對乘客來講 其實他們可以請求的賠償金額是沒有差別的 因為這個賠償金額是看乘客個人的受到傷害 這人為舒適人為什麼會出錯 如果不是你這個制度把他們操成這樣 讓他根本也沒有可以替換的人力 也沒有可以替換的車輛 讓這些過勞高壓的這個員工來開車 我覺得都是制度殺人 制度上有錯誤 以目前來講啦 你才事發 事發才幾天而已 你馬上就劃上這個止血線 然後把責任全部推到駕駛一個人身上 其實這東西你沒有辦法說服大眾啦 那其實就檢察官的調查方面 他也不會被你這個調查結果去影響 所以對台鐵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司機員目前顯然陷入非常自責的狀態 那我覺得台鐵自己也要關心自己的員工吧 你總不能說這個司機員 因為出了車禍你就把他踢到一邊去 你有沒有替他請辯護律師 你有沒有照顧好他的身體狀況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其實看起來就是一個冠老闆啦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